亲爱的朋友们 再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 出场门 女子飞人大战 即将拉开序幕 跑道上即将进行的是 女子六十米决赛 大屏幕上显示的是 参赛选手名单 一道 全国田径大奖赛 分战赛 继军全国田径邀请赛 一百米冠军 福建黄子亭 二道 全国田径大奖赛 分战赛 接力冠军 湖北弹射者 颜清燕 三道 全国田径冠军赛 接力冠军 接力锦标赛 接力亚军 广东 黄淑平 四道 全国市内田径大奖赛 分战赛 季军 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百米冠军 湖北弹射者 李鹤 五道 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百米冠军 学青慧 二百米冠军 浙江 陈于杰 六道 全国市内大奖赛 二百米冠军的主 湖北弹射者 朱俊颖 七道 全国田径大奖赛 分战赛 百米亚军 上海 丁超 八道 全国田径大奖赛 分战赛 百米亚军 接力锦标赛 冠军成员 湖北弹射者 许家禄 与此六十米决赛 飞人大战 即将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跑反应时非常的快 六十米决赛 女飞人们 向终点冲来 绝对的速度 完成比赛 参考成绩 七秒二六 我们看到来自浙江的陈于杰 率先冲线 陈于杰真的是赛道上的田径未来之星 小小的年纪就让我们从世界中学生的舞台上 见证了她创造的一项像的奇迹 我们也希望陈于杰 未来的田径之路能够越走越远 大屏幕上为您带来的是选手我们的好成绩 浙江的陈于杰获得了冠军 成绩是七秒二七 再次刷新了个人最佳 获得第二名的是广东的黄淑平 成绩是七秒三五 同样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 获得第三名的是湖北弹射者的李赫 成绩是七秒三六 刷新了赛季最佳 上海的丁超七秒三六 刷新了个人最佳 湖北弹射者的严清燕七秒四一 平了个人最好成绩 看台上的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同关注2024年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 最后一个单元日的比赛注定让这个赛场充满着星光熠熠的璀璨 下面进行女子六十米项目颁奖仪式 有请获奖运动员与颁奖嘉宾入场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湖北的李赫 获得第二名的是来自湖北的李赫 获得第二名的是来自湖北的李赫 广东的黄书皮 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浙江的陈于杰 有请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教练吴亚存先生为获奖运动员颁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合影留念 感谢颁奖嘉宾祝贺获奖运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